沟凯觉得这个小镇没那么破,拳头大点地方五脏倒拳,水门洞下驳着几条破旧的乌棚船。 小镇四面环山,清晨朦朦胧胧的浓雾,像一条仙女的蛋白色袖带轻轻盈绕在翠绿的山间,透着水墨画一般的田径。 沿街商铺窗明激进,道路整洁,车辆稀少,绿植整齐挺拔的一字排开,小巷里充斥着吆喝声,叫卖声,高弹阔论声,有种老北京的热闹,却又没那么繁华。 这地方还真适合养老。 沟凯见到叶蒙后,发自内心的感慨道, 自从去年十月叶蒙辞职后,两人有近半年没见,沟凯还是老样子,一副有钱,霍霍的附加小开模样,一身名牌小好几万,端端正正地坐在咖啡厅里,显得格格不入,他打了胆西装上的灰,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几个月不见,你看上去老了。 叶蒙表情懒散,靠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拧了口面前的蓝衫,一如既往的南河,所以呢? 我请了半天假,坐在这厅你跟我说老了。 沟凯不置可否地笑了下,从兜里掏出他那块随身鞋带,常年不换的灰色小手帕,一边轻轻擦拭着他面前那咖啡杯,一边慢条丝里地说,你这猴急猴急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 空荡荡的街上,有人卖麻糍,一块钱二十个那种,推个小车,车头挂着个喇叭,高调地循环播放着叫卖,夜蒙在这嘈杂的环境中,对他露出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笑容,你知道的,我快没耐心了。 沟凯太熟悉了,瞧他真急了,把西装外套脱下来,噎成两折挂在椅背上,正金威作道,好,我来认错。 跟你道歉,跟我回去可以吗? 没了?夜蒙挑眉。 沟凯恩哼了一声,继续说,我跟江陆志他们的事务所解除合作了,特地来请你回去,满意了吗? 公司不能没有你,你养的那些多肉都快死了,花鸟市场的老板说你不在,不能再按以往的价格给我们了。 小河后来买回来的那些多肉,都长得像窝瓜。 夜蒙懒得跟他废话,我不回去,我有男朋友了,马上结婚。 带出来,我渐渐。 沟凯不动声色地拿小手帕垫着杯柄,拧了口咖啡。 不要!你别打扰他。 沟凯又是恩哼,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来是个弟弟,比你小。 嗯,夜蒙没什么耐心了,拧了拧眉,丝毫不回避地指示他说, 沟凯,我非常清楚你在想什么,你当初任凭他们把我跟了两年的星河项目拿走,架空我, 不就是觉得我一个三本学生痴心妄想留在北京买房,跟那些985的高材生们争资源, 想让我认清我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哪有今天? 我努力工作,你打压我,你怕我自力更生? 你就想让我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做,当一条田狗,你觉得这才符合我三本学生的身份和资源是吗? 沟凯很讨厌敷衍的人,更不屑与低学历的人来往,二本往下,对沟凯来说,都是学历低到尘埃里不配开花的种子。 但叶蒙对她来说是个意外,她很喜欢她身上那骨子懒散尽,记性是差了点, 但有时候你以为她要出丑的时候,偏偏能给你来个绝地反杀,让人很惊喜。 她就被她这点若有肆无的惊奇感给吸引着,就想知道,她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后来,大概她把她宠坏了,宠得她以为自己真有资格跟那些从小努力刻苦努力上名校的人一样了, 自不量力地想要在北京有立足之地。 这让她觉得,叶蒙就像她讨厌的那些爆发户一样, 因为他们素质不够,有时候还真拿命运的眷顾当成自己的实力。 而很多时候勤勤恳恳读书的学生却始终不明一文。 然而,名利尝礼,这样的爆发户多如牛毛,那些人甚至认为, 他们跟勾凯这些从小接受严苛教育和修养学时的名门贵子毫无区别。 勾凯说,但你跟那些三本生的区别在于,你有我。 叶蒙扑吱笑了,我不会回去的。 我跟我男朋友说好了,我留在这边陪他。 叶蒙,你会后悔的。 勾凯说,我不会。 勾凯笑了下,收好手帕,突然转开话题,相机收到了吧。 相机? 叶蒙完全已经忘了这回事了,仔细一想,好像那天就忘了从方雅恩车上拿下来。 嗯,你是不是没看照片? 有什么好看的? 谁知道,勾凯意料之中,看着他,冷不丁地露出胜券在握的笑,跟他娓娓道来。 年前,公司接了两笔订单,其中一笔来自国外,有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人藏家。 希望通过我们公司,帮他在国内拍卖一件藏品,我把照片放在相机里了。 你看了,或许会改变主意。 勾凯是做古董拍卖生意的,或者说,他们祖商到三代都是做这个,再早些。 他祖师爷或许还是个寻龙分金的摸金校尉。 不过现在生意做大了,什么领域他都喜欢插一脚。 除了影视业,他不太喜欢看电影。 叶蒙耐心耗尽,你不说我回去就把相机砸了。 勾凯深信不疑,他会这么做,于是只得说,这件藏品是你找了很久的脆香金班纸。 你不是说这跟你妈妈的死有关吗? 你不想见见这位华人藏家吗? 你的东西和职位我还给你保留着。 方雅恩打电话给李静宇的时候,他刚洗漱完,从厕所出来,准备回房间换身衣服就去医院。 他举着电话在耳边,随手抽了一件白色短袖出来,雅恩姐。 方雅恩就比叶蒙大一岁,但李静宇叫姐姐叫得自在多了。 方雅恩立马就感受到了这股无形的距离感,端起了长辈的态度。 嗯,你在哪? 我开车过来接你。 李静宇套上短袖,刚把脑袋拉出来,一愣,啊? 叶蒙早上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早上起来看起来胃不太舒服,让我过来接你去医院看看,正好我今天脚也要复查,一起过去吧,你家地址发个定位给我。 好,我微信发你。 李静宇挂掉电话,衣服也没穿好,半只袖子还没穿进去,裸,录着大半的肩膀,线条利裸,流畅,机里线不粗犷,感觉轻瘦却意外的有力。 他把地址发给方雅恩,就在床边坐着眉洞,双手捏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低头主动给叶蒙发去一条微信。 LJY,我没事,就是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他大概在忙,第一次没有秒回。 以前好像长在手机上一样,都是秒回。 方雅恩的车很快就到了,李静宇拿起手机走出去,将门锁上。 方雅恩示意他坐后面就行,李静宇一挤进去,就猝不及防地压到一个白色的盒子。 他把东西抽出来,方雅恩脸色骤然一变。 这才想起来,上次叶蒙忘了拿走,方雅恩让他找个时间拿回去,叶蒙直接二话不说。 让他扔了就行。 这败家玩意,这东西好歹也得万把块,扔了也太遭罪了,于是就给他在后备箱放着,等他自己想起来过来拿。 前几天跟陈坚闹离婚,这事一直给他抛到脑后了,今天刚把财产分割完,车归他,房子归他。 结果忘了,这玩意还在车上。 这东西是不是叶蒙的? 李静宇也认出来了。 是那天从江陆之车上拿走的那个白色盒子,勾开给的。 他打开盖子看了眼,有点哭笑不得,勾开泡妞的手段真浮了。 拿李静宇当初送给他的相机,借花献佛送给叶蒙。 李静宇本来觉得没什么,想着给他收收好,给叶蒙带回去。 好歹这阴差阳错的,也算是他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了,这相机配上镜头,至少得小三万。 沟凯真够可以,泡妞能这么省? 结果,方雅恩不知道做什么心虚,纠占却朝说这相机是他的。 那李静宇就有点好奇了,这相机里能有什么东西让方雅恩替叶蒙紧张的? 这要不是他送给沟凯的,他还真不会怀疑。 于是他人畜无害地靠在后座上,故作不知地懒洋洋问了句,那我可以看看相册吗? 看什么看,方雅恩顶着一头冷汗地在心里骂倒,又感慨,原来人长得再帅再有谱,该吃的醋一样都不会少,真是甜蜜的烦恼。 不过他面上还是笑呵呵地想替闺蜜打掩护,谁知道一着急打错了方向,绕了一条远路。 雅恩姐,你越开越远了。 李静宇提醒他。 方雅恩故作镇定地解释说,你懂什么?现在上班高峰期,我都往这边开的。 说话间,李静宇已经冷笑着打开了,看似平静地一张张慢慢翻越过去。 方雅恩急了,哎,你这弟弟怎么说不听呢?我这不是怕你多想吗? 李静宇已经不说话了,那张冷峻的脸,拉得老长,眉骨清晰,透着前所未有的冷淡情绪。 他转头看窗外,冷漠的侧脸,更添几分英俊。 方雅恩心里对李静宇的长相真是一万个满意,小时候不知道吃的什么,怎么帅成这样的。 他不急不徐地开着车,越过潮涌的上班高峰车流,打灯减缓车速。 小心翼翼地透过后视镜打量他的神色说,你看,不让你看,你非要看,哪来的直觉。 现在看了你又生气,干嘛没事给自己添堵? 再说,现在你俩不是挺好的吗? 那都是一年前的事,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而且叶蒙也说了,要留在这边陪你,你在这期也没用,他又不知道。 话音刚落,方雅恩总算体会了一把什么叫乌漏偏逢连夜雨。 他越七荒八乱地遮掩,老天爷就像个玩童似的,越要敲锣打鼓地揭开这幕戏。 小镇生活安逸田静,浮游一样渺小。 镇上咖啡厅不多,生意好的零零散散也就那么几家。 刚刚他们经过的这一家是镇上最偏远,去的人最少的店。 按理说他往医院,开市,绝不能开到这边来的,但是刚才被相机这么一打岔,他开错路了。 冥冥之中,给叶蒙当了刺猪队友。 方雅恩见过一次沟凯。 他刚结婚不久那会儿,去北京找叶蒙玩,私底下三人吃过一顿饭。 沟凯风度翩翩的,跟普通有钱人不太一样,模样长得也很帅,那比李静宇是差远了,但放在人堆里,也是一表人才,风神俊朗的青年才俊。 而且,戴着附近四边眼镜看起来很绅士,唯独让他有点不太舒服的就是,沟凯谈吐间有一种压迫人鱼无形间的卓越感,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他看见两人站在那家咖啡馆门口的时候,恨不得自己的车能原地消失。 沟凯穿着运烫妥贴,笔挺的成套西装,竖着一个整洁的油头,就像个从电视里走下来的富家小开,不过今天没戴眼镜,看起来比较休闲,适合约会。 李静瑜也看到了,他跟沟凯很久没见了,但他还是这样,活得跟个旷似的,从里到外,从头发丝到脚尖,都是个规规矩矩的绅士。 李静瑜是装乖,沟凯从小是真乖,虽然女朋友众多,感情上是个渣男,但他对每个女人都很温柔。 在学业或者事业上,他算是无可挑剔。 方雅恩叹了口气,最后只能说,叶蒙真的很在乎你,他早上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担心你的胃,又怕你自己不重视,一定叮嘱我要过来把你接过去。 有什么话,至少问清楚了再说,别跟他吵架,他我最了解,真把他逼急了,他就是爱谁谁。 还有他不太喜欢占有欲太强的男生,偶尔吵个架也有助于增进感情,但你要是想控制他,那就别想了,他毕竟是个成熟的女人,不是恋爱宝的二十出头小姑娘了。 方雅恩迟疑地透过后视镜扫了李静瑜一眼,心里一面心疼他,一面又只能摆出一副老大姐的架势恐吓道,就算他以后犯了错,我也是永远站在他那边的。 所以,你别做太过火了。 嗯,他低声说。 方雅恩眼泪差点出来,妈的,李静瑜怎么这么卑微,为什么这么乖? 叶蒙要是真敢对不起他,他都看不下去了。 老太太今天精神状态很好,脸上勾壑横生,倒也不显苍老,莫名还有些细腻红润,她嘴里碎碎念叨着,昨晚做了个很吉祥的梦,李静瑜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听着,微信上正跟酒吧老板联系着,等奶奶出院她就复工。 老太太喋喋不休地说,我昨晚梦见你和叶蒙结婚了,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那小不点,比你小时候好看多了,白白胖胖的,一定好痒,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启示。 李静瑜直接屏蔽掉了,冲耳不闻地说,还有两分钟,坐沉间操了。 老太太别嘴,眼神瞥到她挂在门把上的一袋药,你刚刚怎么拿药进来? 哪里不舒服啊? 李静瑜说,喂,没事。 老太太又开始雨碎碎了,你最近是不是都没按时吃早饭? 你们年轻人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不把自己折腾明白了,你就过意不去是不是? 李静瑜不说话,低头看手机,可是今天手机像沉入了坛底,格外安静。 老太太说,你上次去北京,李灵白是不是给你钱了? 嗯,她声音很低,如实说,二十万。 造孽哟。 老太太愧然一声长叹,旁边床的病友听见,都被吸引的目光,以为是老太太说你怎么能拿人家钱呢? 结果,老太太说,你怎么不多要点,你都没钱娶媳妇。 她笑了下,你当初要是骨气不那么硬,非把钱给捐了,现在我也不会没钱娶媳妇。 老太太又是黏巴巴的两声长叹,造孽哟,造孽哟。 李静宇今天没打算走,她中途回了一趟家,把夜蒙的相机带回去,又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晚上准备在这对付一晚,明天再回去。 结果,刚把老太太给哄入睡,手机就响了。 蒙,宝贝,什么时候回来,我在你家门口。 病房人都睡了,护士站还有几个护士在小声聊天,看病人。 几个护士轻声细语,续续慢慢地打岔,消解值班时光,眼神却时不时往一旁的长椅上瞧。 李静宇坐在充满消毒水位的走廊长椅上,姿态随意。 高大年轻的帅哥,总是极具有吸引力的。 LJY,我今天住医院。 蒙,啊,你不回来吗? 我在你家门口哦。 LJY,恩不回。 蒙,啊,那我把东西放在你门口,你明天早上回来记得收。 是豆腐蛋糕,我今天看到市里有卖,就买了一些回来给你和奶奶。 我走了。 LJY,嗯。 月亮仿佛在肩蛋黄,亮了一会儿,给自己翻了个身,这边好像就没那么黄了。 舒舒淡淡地透过树缝间轻轻洒下来,向沿路给他铺了一条银色的缎带。 一切事物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阁,李静宇慢慢悠悠地往家走,好像在跟蜗牛比慢。 到家的时候发现,夜蒙也没走。 一个说不回还是回来了,一个说走了也还是没走。 他站在树荫下,看了他几秒,夜蒙一身清亮的灰色西装,干净成熟,多情温柔,充满烟火气,笑盈盈地靠着他家的门口看着他。 他忍住心里那些酸酸涩涩的情绪,告诉自己算了。 李静宇站了一会儿,垂下眼,走过去开门。 夜蒙不动声色地从后面抱住他,连贴上他的背,得逞式地故意消遣他,不是说不回来吗? 嗯,砰,一声巨响,开到一半的门被人猛然关上,夜蒙脑中嗡声发响,还来不及反应。 已经被人重重地顶上了冷硬的门板,唇被人狠狠咬住,李静宇前所未有地发痕,将他整个人顶在门上,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没轻没重地捏抬着他的下巴,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通狠咬。 他还伸舌头,他是一边亲,一边咬。 夜蒙吃疼,脑人隐隐发胀,整个人却贴在门板上,被他控着动弹不得,他下巴被捏得泛酸,像搅了一片柠檬在嘴里,跟他小声地求饶,李静宇,松下手。 不要,他冷声拒绝,然后捏着他的下巴,突然一言不发地将他背过去,让他面贴着门,他从背后抱着吻他,亲他,咬他。 李静宇此刻真的像条没人管的野狗,有一下没一下地狠咬。 两人气息热火地拱在一起,像是要烧着了,夜蒙感觉身后贴着一个大火炉。 他勉强地在他身体和门板的夹缝中转过身,小心翼翼地去捧他的脸,然后拿鼻尖轻轻去蹭他温热的气息,他身上味道永远很干净,很舒服。 尽管他现在热得要疯掉了,可还是很冷静地问了句,李静宇,你怎么了?不高兴。 李静宇再次狠狠堵住他的嘴,这次直接拿舌头脚。 叶蒙整个人头皮发麻,气息紊乱,他心间尖好像被人拿电子了一下,整个人发抖。 他头脑发昏,含混地吞下他所有的气息,脑中已经天旋地转,感觉整个楼都要塌了。 他意乱情迷地低声哄,进去再说,好吗? 挺及时的,楼上传来了脚步声,还有主拐的声音,有人下楼了。 他吻丝不动地吻他,叶蒙急了,不带这么玩的,大晚上找刺,鸡。 他俩不怕心脏病,只怕下来那个老太太或者老头要当场心脏病发。 然后这种鼓噪的气氛往往越紧张,却越刺,鸡。 心跳得像是在打鼓,脚步声越来越近,像踩在他心上,每一下都带着斜魄力,夜蒙快要站不住脚了。 殊不知,李静宇一边若无其事地强吻他,一边用钥匙开了门,在楼梯拐口里,那道影子放大的最后一秒,把人毫不犹豫地推进去,砰。 锁上门,压在门板上,继续亲。 这么一系列的动作,黑灯瞎火做得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两人嘴都没离开过彼此。 李静宇这心理素质是真不错。 亲完,两人灯也没开,就雾气漫黑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醒神。 就着小院外的一点点薄光,勉强能看清彼此的脸。 叶蒙躺在他的腿上,李静宇脱了外套,盖在他身上,自己则只穿了一件在这个天气,略显单薄短袖T恤,懒散疲倦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叶蒙仰面躺在他的腿上,挽着手指说,市里的工作我辞了,可能得回一趟北京。 屋内静宁,溜进的小醋月光像洗涤过纱布袋,轻柔地铺在地面上,依稀还能听见所在小院外的平安嘎嘎嘎嘎嘎嘎嘎吃狗粮的声音。 李静宇始终闭着眼,然后呢? 然后就跟你说一声,这趟去得比较久,是真的不能随时回来看你了。 哦,他终于动了下,轻身越过他,从沙发上拿了支烟后又懒迷地靠回去,看也没看他,他咬着烟,扯眼点,一边点一边轻描淡写,无关痛痒地说,那分手吧。 叶蒙觉得他不像开玩笑,整个人默然做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什么意思? 他没再说话了。 叶蒙解释说,我去北京是去查我妈的事。 他嗷了声,靠在沙发上,仰头盯着天花板,喉结清晰锋利,一口一口跟完事地吐着烟圈,声音还挺平静地说,跟沟凯吗? 他今天来找你了,我看见了,雅恩姐妹告诉你吗? 我跟他一起,在车上看见的。 他跟方雅恩从来不掺和彼此之间的感情问题,除非是真的遇上渣男出轨现场,也只会直接干净利落地给对方一脚让他离自己朋友远一点。 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掺和,因为怕越帮越忙。 叶蒙发现他其实脾气很硬,非常不好哄,比平安男哄多了。 他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流淌,感觉好像有点抓不住。 他立马说,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他吧,这次跟他去北京,我只是去确认一下我妈的消息。 李静宇斜他一眼,冷冷地笑了下,他一手加烟,一手突然捞过旁边的相机,修长的手指迅速摁了两下,掉出照片,丢给他看,你不喜欢他你会亲他。 亲成这样,你告诉我,你不喜欢他。 叶蒙,我说过,你别骗我。 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他一愣,李静宇漫不经心地打了打烟灰,还记得礼貌地跟他道歉,在雅恩姐车上看见的,对不起,没经过你同意,看你照片。 我只是好奇。 说完,李静宇抽完最后一口烟,靠在沙发上自嘲地笑了下,直接用手指把烟给碾灭了。 还有,我介意的不是这些照片。 刚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最后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当作不知道,不跟你吵架。 可你告诉我,你要跟他回北京。 李静宇最后搓了一下脸,双手撑在腿上,弓着背,有些消沉地埋着头,月光静静,好像起了风,将那青沙般的月色吹到他俩之间,视线变得模糊,把他俩给隔开了。 半晨,听他说了一句,夜蒙,玩我有意思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屋外平安,好像把狗粮吃完了,又或者是察觉到屋内僵硬,降到冰点的气氛,滴滴滴趴在地上乌叶着,好像在劝他们别吵架,有话好好说。 夜蒙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让他相信他跟沟凯什么都没有。 他苦笑地说,李静宇,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说句不要脸的话,我没有这么舔着脸追过人,又是放烟火,又是主动的。 因为是你,我总是把自己的底线一放再放,可你呢?你在原地踏步,你哪怕是向我走一步,我都不会像现在这么无力,我跟沟凯的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没喜欢过他。 唯独就是那次,不该跟他去广东出差,空窗太久,差点被他趁虚而入,我说过,如果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你,我不会再看别人一眼。 如果你很介意我跟沟凯亲过这件事,行,那咱们分手。 我他妈介意的是你现在要跟他走。 他突然狠狠踹了一脚面前的挨挤,成年失修的地板被磨出一阵刺耳又尖锐质。 想,惊得院落里的平安,一个骤跳从地上弹起来,小脑袋卡着院子落地门缝里,朝着黑漆漆的屋子里看,墙上的钟摆仿佛停摆,画面好像定格了,树梢间惊落几声蝉鸣,蚂蚁抬头仔细聆听。 一切又好像在一瞬间,恢复如常。 叶蒙觉得这样的李静宇似乎很陌生。 他什么都没再说,直接拿包走人了。 他不太喜欢在气头上跟对方掰扯,他不知道李静宇,但他了解他自己,再往下说。 他恐怕要被一些莫名的情绪支配着说出一些难听和绝情的话来。 他把脑袋埋进方向盘里,静静看着爬满藤蔓的屋子,黑漆漆的始终没开灯,门还敞着,他没有给他关门,他自己也不关。 他在一楼,楼洞外就有停车位,今天回来早,运气好被他抢到了,于是他便坐在车里,盯着那敞着的门,生怕他关上了,就连同他的心一起给关上了。 之后一连几天,两人都没见面,微信也没发一条,手机安静得跟坏了似的。 老太太咬着香蕉剑一李静宇,拿回厂里修吧,坏了,都不会想了。 连朋友圈都安静不少,两人互相叫拙劲,谁都不发。 李静宇本来就不怎么发,倒是夜蒙这个朋友圈狂魔安静了很多,这么多天,一条朋友圈都没发, 杨天伟这个点赞狂魔还把催更消息发到李静宇手机上,蒙结怎么了? 现在朋友圈都不发了,不会是失恋了吧? LJY,干! 小杨生间,你怎么手机还没去修啊? 等我这段时间清讯盈的打杂费发下来,我给你买个新的。 LJY,拜! 小杨生间,这什么意思? 不用! 不要! 卧槽,你他妈这怎么回事,连拼音都懒得给我打了吗? LJY,按! 什么时候走? 这乡,方亚恩跟夜蒙在上次放烟火的餐厅吃饭,大厅位置,看不到窗外的凝随湖。 下周一,夜蒙点了个四喜锅,正往里头涮丸子。 没想到,才过了这么几天,就已经物是人非,方亚恩心中感慨万千,自动自发地揽下这锅。 举杯致歉道,这事算我的,我当时真的一着急就开错路了,不然死活也碰不上。 夜蒙摇头,就算没撞上,李静雨知道,我要走,这架还是得吵。 跟你没关系,他气得是,觉得我骗了他,答应留在这里,结果又走了。 方亚恩说,那你俩现在什么情况? 分了吗? 夜蒙放下筷子,突然眉头莫尾地问了句,民政局周末开门吗? 刘西边说,您能支撑户阅,您能支撑户阅,您能支撑户阅磯吗? 当时还能收到我们的照片,将在你自己去拖接受会讨论,你们能支撑户阅中的给但我真正的专门?